現場兩位老婆看起來 哪一位是比較容易被閨蜜帶壞 不好意思 真的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假的 憲哥等一下 我想我先回答一下這一題 這一段沒有準備是不是 對不起… 我錯了 我錯 我錯了 他這段沒有準備你還Cue他 對不起… 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Cue你 他要講啦 我想先講這一題 因為我覺得這一題蠻重要 畢竟甜甜姐在我心目中是一個 就是 我想比較好處理 情仰 情仰喔 已經叫情仰 妳不要講摘仰 就好了 我覺得就是甜甜姐反而不太像是那種 會容易被閨蜜耽誤到 因為她感覺就是年輕的時候就比較 我現在也還蠻年輕的 就是現在啦 就是現在就是見過比較大風大浪的 就反而不太會因為一些 新的刺激而去做一些什麼蠢事之類的 OK 對啊 反而可能 反而就是圈圈 就是可能就是比較容易像是那種 別人講什麼就聽什麼的漁夫 不是嗎 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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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小Coby 是年輕人的想話 對啊 年輕人怎麼搞的 一開始我們要先讓老公來控訴 來… 控訴老婆的閨蜜 到底帶壞妳老婆什麼事情 有什麼好控訴 跟老婆分享我之前的一些小故事 因為我們有一起就是錄那個外景節目 比如說出去路途很遙遠 大家就會聊天 聊很多事情 然後很多故事 自從她跟我老婆變好朋友之後 有一次我就帶我老婆出去玩 然後我就跟我老婆說 我們這次飯店應該不用訂太貴吧 訂了差不多四五千已經算很好了 對不對 還不錯 然後我老婆突然 她說 妳說這什麼話 李懿說妳帶妳以前的女朋友出去玩 都是住那種兩萬一的Villa 對 真的嗎 那就真的 都四五千 應該是一個賣家子 而且不只… 她都賣出國 對 她都賣出國 她都賣出國 雞票半天有保全包 雞加酒 長榮商務湯 對 對 妳就在那邊動作的人 妳就在長榮工作 對 她帶我 她就說老婆 我幫妳規劃了一個國內小旅行 我們帶妳去什麼 礁溪去羅東 她以前都是去米蘭的耶 去羅馬 帶我去羅東 現在不行 以前去羅馬 現在去羅東 羅馬 超好多 羅馬的事吃個羊肉湯也很好 可是我跟你講多虧有李懿 她告訴我這些 我才會有覺得 真的 然後李懿這個混蛋 她第一次 第一次還第二次 我們三個一起吃飯 然後李懿就很認真地這樣 看著我老婆這樣一直看… 然後我老婆說怎麼了 妳幹嘛一直看我 怎麼了 我覺得小哈對妳真的是真愛 這麼聰明 這種話也講出來 這麼直接 李懿 妳怎麼這樣不… 不斷人耶 妳怎麼這樣說就這樣 妳到底在幹嘛 妳說她到底是喜歡什麼型 什麼型 對啊 她是喜歡什麼型 她今天假如 李懿 我跟妳講 今天假如是對面這幾位的話 哪一位是哈哈的菜 妳覺得 哪一位是哈哈的菜嗎 妳覺得 我看一下 安心亞 安心亞 是嗎 是心亞 不知道沒有 小 好 她喜歡 嬌小的 嬌小的 小吃 有一點肉感的 有一點肉感 小卡皮啊 我覺得小卡皮帶個假髮可能 不是 她喜歡這種肉圓圓的 肉圓圓的 對 要圓圓的 不是 因為妳知道小哈以前 就是在感情裡面 就有一句名言就是 蛤 妳怎麼說她的東西啊 這句話是 小哈的感情名言 什麼意思 她以前真的 我每次 因為我就是一個很愛存錢的人 我每次都說 哇塞 妳每次出去玩這些地方 妳花很多錢 她就講說什麼 錢本來就是要花的 我開心什麼的 我連語言跟朋友的份一起出 然後她結婚之後呢 我覺得小哈現在真的很節儉 因為有小孩了 她有考慮到一些家庭的支出 她現在會存錢 有家庭 跟以前談戀愛的狀態不太一樣 對啊… 現在會考慮很多事情 對啊 來 問一下同學 覺得是老公有理還是閨蜜有理 我覺得離離帳也不太好 就是那個都是過去 他們現在也很好 過得很好 對啊… 對…真的 5千塊也很好了 沒有 但是… 你不能每次都這樣 你偶爾 因為他老婆有時候 一直想要享受 女生自己在家帶孩子多辛苦 而且她還幫她生孩子 對啊 還想要生了耶 還有 幫她生孩子這麼辛苦 你偶爾的話好像是必須的吧 好像應該也好 可以喔 稍稍是妳啦 真的 小哈哥這樣好像不太對 對啊 你不太快了吧 你太快 我們來緩和一下氣氛好了 小卡比妳有準備的是這段嗎 這段 在這段 不然就直接來吧 是的 同學來了 有人真的太卑鄙 帶壞我的卑鄙 都是那些壞閨蜜 我知道他們都有很多藉口 每次喝到爛醉 才說下次戒酒 想要念踏個幾句 她閨蜜當我仇人 逛到百貨公司刷卡金額讓我頭疼 接下來說的話 認同請你舉手 比來比去比到我的前女友 說我差點愛運 我聽到差點外遇 感情中我賣力的 他們都不在意 妳知道妳這閨蜜長得很醜 最後兩句是為了押韻的 真的不好意思 妳這樣攻擊 妳集閨蜜這樣 妳唱這麼長 最後就在 只是在說李懿長得很醜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 你前面都是撲梗 撲梗 你前面說我漁夫 然後又說閨蜜醜 你幹嘛 她就站在哈孝宇這句 不是 妳上次第一次來 我已經很難得想說 妳居然還會再來 妳這一次完了以後 我倒想知道妳還會不會有下一次 剛才妳有說一句 那個哈孝宇她的名言是什麼 就是說什麼 在愛情裡面我就是敗家子 我可以幫她補充這句話 是真的 對 講一下 因為呢 之前妳們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然後她那個時候就是也單身 她也蠻常常約我出去 喝咖啡什麼的 然後呢 她都會跟我講說 妳真的是一個很好的結婚的對象 只是我現在還沒有想要定下來 但如果我想定下來的話 妳很有可能就是那一個 就是我會選擇的人 然後呢 妳知道她多可怕嗎 那時候我們去喝咖啡 就東區老咖啡嘛 然後那時候我就先這樣子下來 然後她就在那邊這樣 我就想說幹嘛 她就說 很好 今天股子夠短 妳的 性感讚 那種人 妳跟我講說 因為我那一陣子是瘦的 妳說什麼 我要勇於展現自己要很辣 她就說 妳就試著把自己的奶子露出來 我就說可是這樣很怪 她說妳要相信妳自己 妳胸部很大很好看 那時候我們就像小明星 小明星大跟班的時候 我又穿了一個我很不習慣的那種瓶口 然後胸部都ㄉ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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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ㄉ 她就說 她就是我們 然後我們還安全之吻 她就拍照片給我 妳看 這樣子穿多好看 妳們先跟老公老婆這樣被撩 她的單身的時候 她以前痛風嚴重 她怎麼可能這麼幸福的蹲下來 她真的 她真的蹲下來看 她為了要看 多痛她都蹲 對啊 等一下 我幹嘛幫她 我幹嘛幫點心講話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有沒有 老咖啡旁邊的金雞警察 有 有 真的 我們生的節目是一時的 我是說真的 朋友會繼續做下去 對 真的 所以我只是小甜甜的 你本來要娶人家的 我最喜歡肉肉的女生 真的 真的 所以我要叫甜甜表姐囉 OK 合理啦 趕快進去下一條 週一至週五晚間九點 週年綜合台 同學來了